3月份你說是不是加0.5厘 我覺得都未必是最重要的事件 因為基本上你看回現在這一刻 市場的共識也覺得應該加半厘 那個的機率是八成至九成左右 所以基本上你說來近真的加不到半厘 當然大家就覺得是一個夾派的信號 就覺得聯儲局方面 都在這個時刻會用一個比較謹慎的態度 來對抗通脹 就不是說真的叫做很激進 但是即使你說是加半厘 是不是就等於市場 還是說是很差是很恐慌呢 我覺得就應該是過了的 因為基本上過去幾個星期 大家見到CPI出 見到美國方面一些聯儲局的委員 出到來講話 包括鮑威爾 都明顯是轉型 都說明是要警惕通脹 所以基本上那個預期就覺得 去加半厘 甚至乎現在很多行 都預期今年美國方面加七次息 都已經是一個市場的所謂共識的預期 當然你說接下來整個聯儲局的走向 都真的好像現在市場 大家想到真的會加到七次息 我亦都相信就說這一刻那個指數 未說完全是反映了 都可能會有些對於高估值的板塊 特別可能美國那些科技股 都還是會有些暗用 但是如果你說就算三月份 只是加半厘 但是它出道你的聲明 那個內容 就沒有說真的再轉強硬的 或者可能它覺得加完半厘息之後 接下來都可能要暫緩一下 看看通脹情況是怎樣 那未必說真的再有一個 加息預期的升溫 到時候的市場反而可能是不跌反升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就是 無謂現在猜猜一下 反而現在我們就要知道 市場的預期是什麼 預計今年加七次升 如果你看回接下來 開的會議上面 就算加半厘 但是出道理的信息 反而是希望降溫的 大家反而覺得 今年的加息次數是少於七次 到時候的市場就可以看回好一點